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资讯台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天来到越南 目前已经抵达河内 特朗普搭乘专机前往越南 准备出席第二次美朝峰会 特朗普在前往越南之前 表示对中美搭乘贸易协议感到乐观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 我是安东 在新闻首先带您进入美朝峰会特别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车队已经抵达越南首都河内的酒店 金正恩车队离开同灯站 在越南警方开路之下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之后 在香港时间中午左右抵达首都河内 当局封锁了道路 禁止其他车辆出行 让车队可以安全行驶 而大批民众在车队途经的公路两旁聚集 他们手持鲜花 朝鲜和越南的国旗 欢迎金正恩的到来 另外有民众则是在金正恩下榻的酒店附近聚集 他们高举手机 希望拍下金正恩一行的风采 大批警察则在现场戒备 维持秩序 金正恩车队抵达河内之后就直接驶进酒店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车队从同灯出发 在香港时间中午左右抵达河内 金正恩此行除了出席美朝峰会 也会访问越南 他的访越行程备受外界关注 我们也一起来看霍维伟发自河内的现场报道 金正恩的车队是在稍稍前已经抵达到了 我身后的梅利亚酒店当中 金正恩是正式的进入到了河内 也就是正式展开了对越南的这一次访问 朝鲜的领导人到越南的访问是时隔55年再次来访 大家非常关注这次访问 虽然说这次金正恩到访越南主要是参加 27号到28号进行的朝美领导人第二次峰会 但是他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越南方面也是做了经济的准备 包括越南的越共中央总书记 以及越南国家主席 还有越南总理 之前都是结束了一些外部的访问行程和外部活动 是返回到了河内 相信今天下午的话 金正恩很可能率先与特朗普 先期与越南方面的官员进行个会面 特朗普的话是会在抵达之后 明天才会与越南方面的官员见面 而金正恩抵达之后 首先可能会与这方面的官员进行会面 这是在朝鲜与越南时隔55年之后 再次进行的两国领导人的直接对话和会谈 大家也值得关注的是 这次在传统友的基础上 他们如何去深化双方的友谊 尤其是越南非常突出通过 希望通过这一次峰会展现自己的形象 也在世界和平当中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那么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现出怎样的一些内容 我们需要关注 而金正恩是否会到访一些经济园区 或者是到一些其他的地方进行视察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但是金正恩先期派起人的一个先前队 也就是朝鲜国务委员会的部长金昌善 是到了多个经济园区进行考察 大家也对金正恩到经济园区进行考察 或者是进一步与越南方面交流的一些 有更多的期待 也希望我们跟进的过程当中 能有更多的消息给大家带来 以上是目前我们在梅利亚酒店现场的情况 金正恩在今天抵达越南 影响朝鲜半岛未来局势走向的第二次美朝峰会 也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金正恩在越南边境同灯车站不出列车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教部长伍文赏 率领多位越南高官到场迎接 金正恩与伍文赏短暂寒暄 并与越方官员一一握手 不出车站门口 金正恩向在场媒体和民众挥手 他随后登上坐车前往河内 金正恩抵达河内之后的具体日程还没有对外公开 他很可能会准备第二天的首脑会谈 或是前往河内明胜工业园区等地参观 为了金正恩这次到访越南做足准备工作 部署大批军警加强保安 金正恩是在23号从朝鲜平壤乘坐专列出发 没有经过北京24号下午抵达天津后就南下 进入武汉南宁等城市直奔越南 而美朝峰会的另一大关键人物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26号的晚间抵达越南河内 目前美朝越三方要员各有什么样最新的动向 那在之后峰会举行期间又有什么行程安排呢 我们也一起来看本台记者王冰如 发自越南河内的现场报道 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先行特朗普 刚刚已经抵达了越南 蓬佩奥在推特上表示 这次美朝峰会将会继续新加坡峰会的三大主题 也就是要建立新型的美朝关系 以及要建立长期稳定的朝鲜半岛和平 还有就是要促进无核化 那么蓬佩奥的这三个重点的优先顺序 我们也可以看出基本上美国是与朝鲜吻合的 首先就是要建立新型的美朝关系 那么在美国今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抵达越南河内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的消息是特朗普的专机 在今天早些时候已经是在英国加班游 现在正在来到河内的途中 那么根据白宫方面公布的行程来看 在特朗普抵达之后 27号上午他将是会与越南方面举行双边会谈 并且这次会签署一个每月双边的一个贸易协定 我们知道越南是TPP成员国之一 但是在美国退出了TPP之后 美国先后与其他自相日本等国来进行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 那么现在越南也希望能够与美国有所增进 那么在美朝方面的内容我们了解到 在明天傍晚的时候 双方将会举行一个一对一的会谈 然后晚宴将会是三加三的形式 美国方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以及美国代理的幕僚长马尔瓦尼 朝鲜方面除了金正恩还有金英哲 那么第三位朝鲜官员现在还没有公布 那么在28号的时候 也许双方还会有进一步的互动 但是白宫现在还没有透露28号的行程安排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搭乘专机前往越南 准备出席第二次美朝峰会 他表示期待峰会取得成功 朝鲜经济能够开始快速发展 特朗普将于27 28号两天 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河内举行会谈 特朗普25号在临行前表示 预计峰会将会达成很多目标 这将是一次非常好的会晤 特朗普已于美东时间25号中午12点半左右 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搭乘空军一号离开 预计他将于越南当地时间26号晚抵达河内 冯红卫视王又又 陈介元 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将会在26号的晚间抵达河内 他27号将先会见越南领导人 之后才开启与金正恩会面的正式日程 而第二次美朝峰会将会在28号登场 特朗普将于当地时间26号晚上8点30分左右 抵达河内的内排国际机场 并将于27号上午分别先会见越南国家主席 阮富仲以及总理阮春福 之后特朗普将和金正恩共进晚餐 时间地点和形式暂时还不得而知 但韩国媒体认为 美朝礼宾工作组此前抵达河内后 曾经共同到歌剧院彩点 这里很可能就是两位领导人的晚餐地点 至于美朝峰会将于28号登场 就朝鲜无核化措施 以及美国的相应措施进行谈判 会谈将以单独会谈 就餐扩大会谈的顺序进行 结束后 双方将发表包含会谈结果的核内宣言 第一次在新加坡举行会谈时 金正恩与特朗普午餐结束后 在酒店庭院里简短散步 预计这次也会有类似的安排 而特朗普将于峰会结束的当天离开越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